热点话题正午解说 大家好 我是正午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上一期我们讲的是 钻石公主号造成了日本成为感染新冠肺炎的重灾区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韩国 它是如何在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内 成为了除中国以外的第二大移去国 截止到昨天 韩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已经超过了5000人 哇这个数才两天时间吧 对啊 一星期 一周 应该是 然后呢 它的感染如果说把韩国比喻成咱中国的一个省 它的感染人数仅次于湖北省 发生疫情地最严重的地区是大秋市 然而大秋市到现在啊都没有封城 民众该上班上班该聚会聚会 这为什么韩国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出现了这么多患者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在网上流传的视频 这也是咱今天要聊的话题 已经有很多网友估计也知道了 韩国呢是有一个叫新天地教 全称是新天地耶稣教证据账目圣殿 这就是光从视频上来看啊 这个教会就是这个邪教 关于新天地教啊 它为啥是个邪教 而人们呢 又为啥就陷入了这个教 韩国政府呢 又为啥一直没有去取缔 接下来就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 首先第一个啊 它是个什么样的宗教 这个教呢 是韩国李万希 在1984年3月14日成立的 它所有的系统和教理 都是从基督教的圣经里面 给照抄过来的 而他们相信啊 只要人数达到14万4千人的话 就能永生 可是他们现在的信徒 已经有20万人 那有人就会不会问说 那怎么他们还没升天呢 因为教主说了 真正的信徒 还没有到达14万4千人 你看吧 反正永远到不来 总觉得这个升天不是什么好话 就一直拖着时间 我也觉得是 这个教啊 平时要举行教会 尤其是在3月14日 那是人家的成立日啊 它要举行一个 规模很大的一个教会活动 所以啊 在这个教会之前 都会有若干一个小活动 这也就是韩国 感染人数最多的主要原因了 简单来说一下 这个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啊 别的宗教呢 大多都是信仰像佛祖啊 上帝啊 或者真主啊 大致呢 都是让人多做好事 从善积德 帮助他人 我对宗教了解不是太多 可是人家信天地呢 是让人谁也别信 就信教主李万希 李万希 信他得永生啊 我信他个鬼 所以为啥 他是个邪教 因为只信李万希 你不信 他们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如果你想要退出 你就有更不好的事情会发生 因为他们呀 要求信徒 只能信心天地 不承认别的宗教 说其他的都是外门邪道 信徒们只要相信了 教主就会拥有不死之身 长生不老 百毒不清 永生不死的感觉 那他们成立 那他们成立这么多年 就没有人去世吗 有啊 就上天了嘛 如果你要去 寻找你的家人或朋友 让他们回来过一些正常的生活的话 新天地的教会里面的人呢 都会找借口说 没有这样的人 但大部分真正的原因是 很多 很多人是人家自愿不愿意离开的 啊 就是不愿意走的 即便是离开以后啊 很多人都会告诉他说 你不会得到永生 你会死到嫂 如果有人站出来去反对他们 不管你是他爹他妈 还是他兄弟姐妹 他们都会说这些人是魔鬼 因为在这里啊 是专门有人是给他洗脑 专门是教教理 就把人洗的亲爹亲妈都不认识了 真的太可怕了 嗯 而且还那么多人 对啊 而且在里面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隐藏自己的身份 就从里面出来以后就算是 另外一个人了 在新天地里啊 是要有等级的 只要上升一个阶段 你就要去考试 你考不好呢 也没办法得到永生 所以很多人就纷纷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和学业 投入到这个所谓永生的考试当中 那个考试是内容像中招高考那种 那差远了 他们哪是 他们就是拉人头 谁拉得多谁就过了 而且他们呢 就是不允许这些教会的人上网 因为网上的信息太多 因为如果你看到这些不良的信息 或者对这个宗教有批判的信息啊 就对这些新天地有批判的信息了 你就有罪 不是写的那个人有罪 而是你看的那个人有罪 这也太苛刻了吧 他们要发展 我就这一条 我就不愿意讲你 人家的手段都高明多 待会再跟你讲 刚才提到呢 这个等级啊 也就是一个金字塔 最上面的是李万希 中间是管理层 下面是教徒 既然是邪教 他们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最上面的人得到最多 也就是李万希 越往下得到钱的人越少 那么你下层的人呢 要不断的投资 不断的去发展传教 不断的去拉人 让自己呢 才能慢慢的提升 慢慢的进阶 慢慢的考试 他们每月呢 还要交会费 按照人家李万希的意思啊 当信徒达到14万4千人以后 大家都可以不用交了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上天了 而且人家达到14万4千人以后 那就永生了 就都死了 No 终点是这个人数 永远都达不到是个14万4 你知道吗 人家现在都有20万个信徒了 但是为啥没有14万4 人家李万希说了 咱们真正的信徒 其实没那么多 所以永远都不可能会发生这件事 你知道吗 每年那个3月14日啊 这个3月14日是他们成立的时间 那都会有一些声势浩大的活动 那现在已经进入三月了 那一开就是一天 尤其是3月14日当天 那是将近10万人在上面 那如果上乡 那咋办呀 那他们穿人尿不湿 那一边起老一边小便 会不会影响他们永生呢 那如果拉屎了怎么办 这现在已经步入了3月啊 大小的活动是经常举行 所以现在啊 很多人在这种场合下 就感染了病毒 而且组织活动的人 还蛊惑大家 不要看病 你想想 你即使感染了啊 他们就相信什么 教主会救他们啊 之类的话 拥有不死之身啊 所以就不去医院 这让韩国政府 也很难追踪到他们的一些 行动诡计 这为啥呢 这些人就这么执迷不悟的 陷入了这个宗教呢 他们成立了36年之久 唯一啊 能够抓住人心的 就是他们对人心脆弱的一面 已经研究的非常透彻了 只要有人进到他们的教会里 就会不断的有人实施 各种心理战术 去拿下这些人 你想在外边 他总有打拼时候 不顺的时候 总有家庭不合的时候 你会遇到一群 你像爹妈一样 关心你的人 你就让你觉得 你好像 我找到一个挺美好的地方 跟他们再见 好舒服啊 你就不用升天了 就待着就行 是啊 当你入会教会以后了 你就会觉得 哇这种爱 我要把这种爱 传给另外一个人 你就开始是 不自觉的传教证 我也有能力去关爱别人了是吗 对啊 哈哈哈哈 因为你精神世界很丰富 所以你他这样的话 就是多半这些新天地会的人 一旦盯上某些人 就会是各种办法 他们还会怎么办 他们还会打电话 最基本的了 偶遇其实都是设计好的 还会甚至成为你的男女朋友 哇这太恐怖了 是啊 拿感情 天哪 然后就会一步一步引导你入会 嗯 还有电话销售 电话还好了 电话已经烂大街了 不是 我只是觉得他们就是特别人才 那比较牛逼是会一笑 人家会举行聚会嘛 哈哈哈哈 但是人家更牛逼是啥 恋爱一笑 哈哈哈哈 就是 假装男女朋友和你谈恋爱 完了以后 你爱不爱我 你要爱我你就进社会 就是 就是肉体与灵魂之间的一个 中间的一些东西 肉体我不知道 但灵魂真的有接触 哈哈哈哈 你想想就是前段时间有部电影叫逃出绝命村 那上面就是一个女儿就假装的就爱上了一个黑人男孩 然后就把他带到自己的父母身边 其实那都是一场阴谋 也跟宗教邪教有点关系 但不是那么完全 我在视频结尾的地方呢 推荐了几部跟本期话题相关的电影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这成为男女朋友啊 或者是别的关系的时候 就你就逐渐都放下自己的防备心了 啊 你就敞开兴奋干跟人家聊天了 也恰好把你的困难 你只要一聊你就完了 卫生病也有一个卖 卖茶叶的人 小姑娘不也是这样 哈哈哈 也是说这个 哈哈哈 如果人家还好 人家就是为了卖个茶叶而已 但这些人就居心国策 用心不良 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 你就得立刻报警 或者你严肃的告诉他 很认真地说 我不参与 但关键是一个非常优秀 非常帅的一个男士 告诉他喜欢我 想跟我谈恋爱 我感觉 你花痴你 这里呢 还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李万希的老婆 金南希 不知道他们有孩子没有 他们俩呢 已经离婚了 现在人家老婆金南希 是一个正统的反邪教人士 他把他前任老公的事情 全部都告诉了媒体 新天地的人呢 就希望那些人呢 能够清醒 但是啊 新天地的人 就把他当成一种叛徒 一点也不相信 大部分人啊 我记得还有一部电影叫《浪潮》 不知道有人看没有 就是当大家都已经被洗脑 成为某一个团体的时候 即使有人站出来说 哪怕是教主站出来说 我们是假的 或者说不能永生 很多信徒是一开始是没法接受的 没办法接受说一切都是假的 因为他已经活在那种幻想之中 在努力的去打造那种 不可能实现的那种什么天堂什么的 他一下子无法转化 所以说 换言有人站出来说 一切都是假的 但是那些人根本不会去相信 他们宁愿去相信那些虚假的一些东西 虚假的美好的东西 下面呢 我们再说一下 为什么说韩国政府 一直没有去取缔这个东西 主人第一点是跟人家韩国的 民主主义政策有关 还有就是他们的法律啊 也没有禁止民众去信仰新宗教 而且也拥有一些什么各种 什么自由啊民权啊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说呢 人家是爱信啥就信啥 你管不着 没有限制 另外人家信天地也从来不使用暴力 也不监禁 也不殴打 这种极端的方式通通没有 所以说呢 你不惹事 没人说洗脑就是 人家法律说你洗脑不能说是犯法 你犯什么法呀 所以说人家要信我 我也没办法呀 人家底外其实就那么一脸无辜的样子说 所以说呢 这也是韩国政府一直没办法取缔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你在街头上 看到了有人像拿了一张文件调查 想要索要你的电话家庭住址身份号 就多半他都是信天地的人 所以总而言之啊 前段时间他们在韩国大秋式的一次次的聚会 是导致韩国感染新冠肺炎人数剧增的最回货数 人家首尔大学医学院那个教授也说了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 韩国将会有40%的人都会被感染 那就是将近2000万的人 那时候就整个经济 韩国经济都被击垮了 所以人家前几天啊 人家新天地教主李万希就出面下跪道歉了 所以就借着此次这样的一些事情啊 希望你看希望那些人 执迷不悟的人啊 能够清醒的认识到新天地的本质 李万希他不是神 他是个人 但是刚才还是说到那一句话 很多人已经陷入到那种美好的幻想中 他自己根本就无法挖住 这也就是那些邪教可怕的地方 热点话题中午结束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有不足的地方 欢迎朋友留言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